台中市立图书馆争取教育部阅读环境改善计划 用补助款加上市府预算投入1000万元的经费 重新改造北屯四张离图书馆空间 并且定位为市图总馆 这天重新启用 文化局长也和贵宾们一起点亮智慧术 象征阅读在台中持续扎根 跳高设计的智慧术坐落在图书馆的镇中央 满满的书籍丰富馆藏 台中市立图书馆争取教育部阅读环境改善计划 用补助款加上市府预算 投入1000万元的经费 重新改造北屯四张离图书馆空间 并且定位为市图总馆 这天重新启用 点亮智慧术飞跃未来 台中市立图书馆的总馆重新开馆 让我们市张离图书馆这边 不管在整个空间的配置 分灵 或者是说整个书墙重新的整理 让整个空间更加的通透明亮 在一并前进行了无障碍的改造 所以我们现在市场离图书馆 是一座很崭新的图书馆 新完工的市图总馆 以儿童及乐林为主 儿童区铺上了木地板 营造温暖感 而乐林区则增加了阅读沙发 让长辈看报纸期刊能够更舒适 更特别的是 市府也在里头规划了台中学专区 让民众可以从中找到台中的人文与历史资料 很特别的我们有一区叫台中学 所谓台中学呢 就是有关台中的各方面的知识的书籍 我们都会放在一个专柜里面 让我们的市民朋友一进到出租馆来 就很方便迅速的 就可以读到我们台中相关的知识 或者是这个资讯 包括旅游啊 文石啊 文学等等都是 试图总管改造完成重新启用 营造友善空间 也提供地方民众一个阅读的好去处 市府也希望借此让阅读风气 持续在台中杂根 旧军台中采访报道